假設民眾黨派出了人選在補選高雄市長 你會尋求其他戰略黨的支持跟合作嗎 都可以啦 老實講齁 台灣的政治走到這裡 到底下一步要怎麼走 我還是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都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所以說尋求其他政黨的合作也是在你的選項之中 合作本來就比對抗好 我一直不覺得說那種對抗 特別是激烈的兩極對抗 到底是對台灣社會是好的 我一直不覺得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去說一定不要跟誰合作或怎樣 我都是都比較開放 多元開放一向是我們的政治價值 好 那現在看起來民進黨在台灣的政治可能會呈現有一段時期的一黨獨大 不管在立法院行政權或是其他的媒體甚至網路聲量裡面 都會呈現一種聲音獨大的現象 那您作為一個重要的在野黨領袖 在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看法 然後會不會尋求跟其他的在野黨在國會或是在地方政治的一些合作可能性 事實上從第一個會期 民眾黨在立法院的做法 他就是蠻 都是針對每一個議題有不同的態度 所以通常是議題 他也沒有說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誰合作 一定不跟誰合作 所以他也都是議題導向 那我也覺得這是一個我們 至少在可見的未來 這是一種政治態度 就是說 這是議題導向 而不是說 用人來做決定 議題導向 那所以在 可是選舉 不是議題導向 選舉就是 用人來做決定 所以馬上不管是會不會 提出有關於法律的訴訟 就補選呢 假設按照目前的時程表來看 大概三個月之內 會啟動高中市長的補選 這一塊如果是我們副市長真的下去參選的話 在這個部分會不會進行人的合作 我是都開放的態度啦 不過我想在議會我們還是討論市政 這個我們沒有理由在台北市議會討論高雄的行政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不僅僅是市政的問題 其實牽涉到整個政治的一些發展 那這個問題也是您擔任市長 如果您只做市長 就不用去阻擋 顯然對這個台灣的政治是有自己的關心跟自己的報復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討論這個政治相關的問題 我覺得以你的身份來說我覺得很適當 我覺得是恰當的 所以我倒覺得你在這個部分可以做一些深刻的思考 深刻的思考 因為台灣的政治環境 民眾黨還有包括您個人在內 也是在其中喔 特別是現在網路上也講說 下個目標會不會是柯市長 會不會是台中盧市長 或是新北的侯市長 面臨到這樣有一些來勢洶洶的罷免提案 我相信您心裡面一定有所感 一定有所感 所以對於未來的一些針對市長級的首長級的罷免 您的看法是要這種報復性的風潮要止住 還是會止不住一直往前走 我覺得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覺得在這幾天的媒體看起來很冷 所以比如說大家這個事情之後 應該大家也在思考說 要下一步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也好啦 就是把它 把它cool down 冷下來 大家再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選辦法有沒有要修改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去討論一陣子 然後再說一陣子